從婦女的側面外觀看 肚子有如七八個月大的孕婦 電腦斷層影像也顯示 一顆40x40公分 比籃球還要大的卵潮流 佔據整個腹腔 影響患者食慾和排尿功能 腫瘤切出體外以後 把腫瘤裡面液體放出來 總共超過一萬cc的腫瘤液體 也就是超過10公斤 加上腫瘤本身 這個總共有11公斤 所以病人的這個體重 就從宿前的57公斤 掉到宿後的46公斤 由於卵潮藏在骨盆腔底 腫瘤生長不容易被發現 如果有腹障 食不下咽 排尿異常等症狀 應該要儘速就醫找出病因 做一些相關的這個檢查 例如說超音波 或是說如果覺得有異常的話 可以加上咽一個所謂的 腹科的腫瘤癌症指數 或是說安排做健康檢查的 腹部電腦斷層 那都有助於早期發現 醫師提醒 卵巢惡性腫瘤 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主要危險因子包含沒有生育 較晚生育或是較晚停經 曾離患乳癌 有卵巢癌加足食等 建議婦女每年做子宮頸抹片時 可以自費加做腹部超音波檢查 提早發現異常徵兆 帶新聞陳天衛郭家旭台北新電報導 也是和婦女有關 美國一向統計 女性罹患腎臟疾病的風險 謝謝 請給各位